一家大小去日本 最方便當然是逛商場 深渣橋在疫情期間 其實都有新商場開業 今次就和大家進去逛個圈 重點推介一下必到的流程 PALUKA商場是日本著名的連鎖百貨公司品牌 而大阪深渣橋的PALUKA 在2020年11月正式開幕 樓高14層 其中第2至第10層 和旁邊的大院百貨相連 如果你是日本動漫粉絲 就一定要去商場的九樓 那裡有超多間動漫商店 這間珍湖仔專門店 小朋友一定喜歡 大量超可愛的精品 價錢不貴 買來做手信一流 最特別是這款限定的軟雪糕 吃完之後還可以大個杯回家做紀念 走過旁邊大院百貨 有寶可夢中心大阪店DX 是寶可夢官方的認證商店 無論是人氣角色 又或者說不出名的小精靈 他們都有將它商品化 款式超齊全 記者就私心推介了廚具用品 款式精緻又夠實用 旁邊還有寶可夢咖啡 小朋友來到就可以跟小精靈一起吃飯 走多兩步去對面店 這間Jump Shop 是日本出版社集英社官方的旗艦店 周漢少年Jump 現在最紅的鏈巨人 周述回戰 通通都是他們的出品 鏈店裡有大量的動漫周邊商品 日版漫畫 扭蛋機等等 動漫迷一定會買到破產 最後走到累 可以落到最底的B2樓層食堂街 有近25間餐廳可以選擇 有日本拉麵、居酒屋 也有韓國菜和台灣料理等等 重點是裝修全部行型格格式路線 氣氛超好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小鈴鐺